中方对当前中东事态高度关切 中东海湾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确保该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强权政治不得人心 不可持续 美方日前的军事冒险行为 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 军事手段没有出路 极限施压根本行不通 中方主张各方应当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 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应当得到维护 我们敦促美方不要滥用武力 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事态轮番升级 尽快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推动紧张局势实现降温 中方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为维护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一向认为 处理国家关系时 应当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 动辄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制裁 更反对对异国实施单边制裁 我们一贯主张 伊拉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应当得到切实维护 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 特别是域外的大国 能够多做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避免采取可能使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举措 我们认为 伊方虽然由于外务因素 被迫减少履约 但同时也展示了克制态度 明确表达完整有效执行全面协议的政治意愿 没有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 当前中东局势复杂性上升 全面协议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 无视国际法和国际义务 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 并阻挠其他方面履约 这是伊核紧张局势的根源所在 也应该是各方客观公正处理伊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